大家好,華記7月20日報導 今日華探長上身刑事偵緝檔案 將升旗易得道大老千人渣食人血饅頭的個案 打開剖白給大家看,直接解剖 今天說之前要分享我自己的感受 如果不是因為顏色的問題 我今天看到幾條YouTube片 包括大匪漢天下 還有司徒文進的YouTube片 還有一位升旗易得道的秘書Sandy 如果不是因為政見 其實我覺得他們頗有同情心 特別是大匪 說到倉務員豪仔 自己去銀行借錢 救健仔四個人貼他們的伙食倉租 這裡說到哭,我都很感動 如果不是因為政見 其實我們都是性情中仁 不過我跟大匪那些是絕對不妥的 因為他有幾條片抹黑得我很緊要 但問題就是我今天看到他們的表述 其實如果不說政見 大家都是一個有愛心 希望可以幫到年輕人的人 好了,我們立即進入正式的話題了 今天就好像刑事偵緝檔案 是一個國際刑警的世紀大案 你看到我們這裡有個blog 將他們的時間地點人物全部刻畫出來 如果不知道就有個世紀大毒品的案 不過今天就叫做世紀大老千 人渣食人血饅頭的升旗易得道 Johnny Fogg和Tony Choi 好了,這兩條大老千就好事多為了 基本上根據有幾個證人的口供 包括大匪漢天下和司徒文進和Sandy 根據他們的口述 其實這兩條人是沒有料到的 在未在黑暴之前 其實他們的台是只有幾萬訂閱 以及他們本身的經濟基礎都是普通料 就算做律師那個 都打過一宗黃絲案都是笑死人的 好了,說回今天正題了 話說就是這個黃石碼頭 拘捕了健仔,即是襲警搶槍那個 天然大波 因為健仔作了一個轉裂點 將升旗易得道大老千全部抽出來 我之前都說過 他們就會像那個劃屎坑一樣 劃屎坑越劃越臭 真理越看越清楚 首先我很快就講講這兩條大老千騙騙過甚麼人 首先他們在2020年的時候 國安法成立之前就走了老了 而走老最後那餐的燒鵝給飯 就是他的秘書Sandy買給他們吃的 Sandy已經說自己安全去了澳洲 他過去就幫升旗易得道 處理過很多有關於錢的事 爆他大鑊 因為知道自己被人騙 揭穿他們的真面目 第一個人要講的 就是升旗易得道 他就是透過譚香文的恆生銀行戶口 就收到375萬的捐款 因為當時在2019年抗爭 很多人要捐錢幫學生 升旗易得道就拿了這個機會 就去握錢 譚香文 他見到捐款 可能做過立法會員 就有點躁忌 然後就說不如我轉了一間公司給你吧 Johnny Tony 然後他說好呀好呀 後來有些原因就轉不了 然後就給他們了銀行卡 銀行卡有戶口密碼 他每天就拿兩萬元 拿了一年多 其實他這個恆生銀行戶口 總共是拿了375元 但是如果他們說籌款的錢 騙回來是過了千萬港幣 這兩個人以前沒有賺過錢 但是因為見到那麼多錢之後 他人利欲分心 基本上是走火入魔 利欲分心 走火入魔 看見那麼多錢 以前不懂得賺那麼多錢 原來那些人上街抗爭 那些年輕人 就去反政府 他就會賺到錢 所以那些人 就越來越邪惡 就好像恐怖分子那樣 極端 好了 譚香文 他就很清楚 裡面的來龍去脈 說就說小朋友 就籌款 其實就騙了錢 給他們自己 去住帆船酒店 杜拜 七星級 住了兩個月 洗過百萬 因為這兩個人經常掛在嘴邊 就說幫阿健仔 這四個人 這兩年 的伙食 就洗了百多萬 洗了他們很多錢 他們未收過錢 全部都說謊 然後再說一個關鍵 他們的總部在星江行的七樓 因為有很多外國華僑香港人 透過香港的暴動事件 在外面寄很多物資 眼藥水、眼罩、豬嘴 其實那些人以為香港那些人 被警察濫捕、濫打 蘋果日報或自媒體 他們的過度假新聞 如果我在外國 我都會捐錢給他們 因為 我們不知道的 因為他們的新聞 剪頭剪尾 所以 在外國那些人 其實沒有辦法的 一定是被他們騙的 他們 經常說幫學生 這個口號 幫香港這個口號 透過星江行的地點收到大量物資 但他們透過Sandy說 他們是一毛錢都沒拿過錢出來買的 全部都是海外人士捐獻給他們 好了 接著 他們怎樣將被捕的年青人 做他們的搖前樹騙錢呢 其實他們就騙了所有有同情心的人 即是 出賣了所有人 這個Sony和Tony 他們首先第一件事 是怎樣騙錢呢 就有一個叫做Sypress塞浦路斯的地產項目 香港城 就說你們來這裡 買樓居住 有就業機會 和可以幫你找學貿 讀書讀大學 不知道他是不是看到 我自己有個星期日置業 之前有個兆慶的越港大灣區香港城 其實那個就是戴德良行 CY的總策劃 就是兆慶的香港城 越港大灣區 他現在就抄了一個塞浦路斯香港城 最後有10條水於洛答 洛答是每人付5萬港幣 收了50萬港幣 打算過去看樓 Sandy就是他的秘書 Sandy就是負責了這班人 Tony和Johnny 其實這兩個人完全是亂來亂來的 隨便過來 那幅爛地 給他看完後 有16萬歐羅的錢 叫他買樓 基本上他們的策劃 是正常人一踢就散了 所以最後這個項目 是胎死腹中的 接著就搞第二個項目 叫做黑池 Bagpur 這是英國的四五成城市 治安好差的 這個黑池項目 他本身有兩棟酒店 有一個很有愛心的 在居住外國的香港人 華僑 亦都看到他們說話 好像罵得政府很好 捐了一棟黑池的酒店 其實這棟黑池的酒店 根據Sandy的前秘書說 10萬英鎊 100萬都不用 其實就不是酒店 叫做Hostel 青年旅館 青年旅館是一個火柴 樓下有個Coffee Shop 然後是共用洗手間 睡床位 這些叫Hostel 不是酒店 其實他說有三棟 可能都不過三百萬港幣 不過都是他騙回來的資產 他們都本事 不學無術 基本上無本身理 騙了無限的人的愛心 就撤到三棟酒店 然後叫年輕人去住 很多人都走了 因為為什麼 他完全提供不了協助 空口說白話 口說天下無敵 做就有心無力 全部說出來的承諾 是復復不了他們所有的家長或年輕人 根本就是 穿了崩了 好了 有個關鍵人物 叫袁弓夷 袁弓夷 就跟Johnny Fogg Tony的升旗易得道 踏上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有人氣 有四十多萬的訂閱 一天出十幾二十條片 那袁弓夷就跟他成立了香港人議會 就是主要有個戰線就是反攻大陸 抹黑習近平 抹黑大陸 每天都是抹黑 他有十幾條片 星期二得道 那你說究竟袁弓夷騙他們 還是 這個星期二得道 騙袁弓夷呢? 我就這樣看的 袁弓夷絕對知道這兩條糟糕 但是他需要有這些 難頭卒去抹黑共產黨 所以袁弓夷打算借這兩條人的台 來天天抹黑 達到他的目的 他的目的更宏大 袁弓夷 就是容可欣的外父 他這個香港人議會主打的戰線 就是在一些真正的大茶飯 漢奸酒賣國茶 因為袁弓夷是吃美國水的 他可以直接去到美國的內務部 或者可能去到副總統 就是統戰 他就要整死你中國 所以他這個就是大漢奸來的 袁弓夷 但是大漢奸要透過小漢奸來幫他做事 這個就是這樣分析 接著 這裡又有個大茶飯 就是因為有很多有同情心的 居住在海外的華人 就被這班星期二得道的大佬遷騙了 有一批很大量的古董 就準備由香港寄過去 送給星期二得道 叫他們幫他拍賣中間收5%佣 但是拍賣回來的錢 他們有可能會捐部分給這兩個大佬遷 都不奇怪 這個股董 是股價過益的 根據 司徒文進 今天爆料的Sandy 即是星期二得道的前秘書 和大匪看天下 昨晚他說得很激動 哭了 我都相信 基本上 基本上 Johnny和Tony 就是吸血鬼 騙錢 你看到我這裡整個刑事政策檔案 就是捉一個大賊王 其實這傢伙 就是大佬遷 中間牽涉的人物 都是關鍵的 如果 有些反對派的人士 質疑我所說的 其實你可以問回 譚香文 問回袁弓夷 問回大匪俱樂部 再問回這個倉務員豪仔 這個倉務員豪仔 已經被人拘捕了 是他爆料 給李桂華 即是我們的警司 國安 其實我絕對相信 國安說的話 百分之百是準確的 我之前都說過 而星期二得道這兩個人 他接下來會怎樣拆解 他們現在面對被人 瘋狂為插 黃絲說得很簡單 他只是用一句說話 你現在不是站在共產黨那邊 來對我 他們一不夠別人說 他就會用這句說話 做擋箭牌 即是等於 他那時候黑暴的時候 有一些無人士 去現場抗爭八千元日的時候 騙無知少女或者學生妹 有奸了別人之後 人家第二天想告發他 他說五大訴求 決一不可 香港人加油 江復香港 時代革命 然後 因為有同一理念 有奸了那些天使之後 就不告他 其實 他現在 Johnny Fogg 和Tony Troy 他們做的事 就是這些 人無人士做的事 一去到不夠別人說的時候 他就會用回 這些壁壘 你沒理由站在 香港警察那邊 你沒理由站在 共產黨那邊 基本上他們就是這樣洗人腦的 OK 我今天就說這番說話 希望有一些年青人 迷途小公仰 我自己做了幾十年人 我自己愛國愛港 基本上錢是沒有人嫌多的 但是我們賺錢 是要賺得其所 和有底線 我們從來做人都是頂天立地 光明雷落 基本上 錢是人人都喜歡 但是這些人渣 是透過一些學生 手足 年青人 欺騙家長 欺騙有同情心 給個良心當狗費 其實這些就是 人渣中之的人渣 基本上這兩條大老千 沒什麼形容詞可以 這兩個畜生 沒什麼形容詞可以形容他 希望大家醒來 大家可以根據我這番說話 來看 司徒文盡的Youtube 和大匪漢天下的Youtube 再看星期二得道 不過其實要很多時間聽 因為我在酒店隔壁 剛好 如果我不在酒店 我就不會聽他們 聽不到那麼多 跳跳片整個小時 他們說完的東西 我消化了之後 我只是一五一十 複術出來 希望 給更多年青人 看真點 誰是 正常 誰是 不正常 今天講了這麼多 多謝大家 這是我父親 這是我父親日記裡的問詞 這是他的青春 留下 留下來的三文詩 我現在要帶大家看看 我們要帶大家看的樓盤 是位於沙頭角 上情 這好處是什麼呢 樓盤是現樓來的 即買即住 我們現在進去看看 Let's go 好 我們繼續看看這個三座L單位 這個單位實用467呎 一房半單位 是發展商的示範單位 甚麼叫一房半呢 我們可以看看這裡的空間 其實發展商預留了這個空間 是讓大家可以用來間房的 而且天花上面也裝了空調 好 我們再看看單位 旁邊這裡的一個開放式廚房 已經配置了所有的電器 雪櫃洗衣機也有齊了 好 接著我們再看看 廚房對面 就是一個洗手間 洗手間是奇耳光的設計 好了 看完這個洗手間 我們直望了 最吸引就是這個景觀 這個飯廳 再進入客廳 我們又看到這個景觀 這個是位於沙頭角的海景 也是東南景觀 前面也看到這個沙頭角公眾碼頭 接下來也會有一個觀景台 將來這個每年端午節的龍舟競渡比賽 都會在這裡舉行 而我們房間看看 發展商的示範單位 也都設置了一些衣櫃和床 放完床再放衣櫃感覺的空間感 其實也很大 我們看到這個雙人廠 也是挺大的雙人廠 而右邊我們看到 是一個露台 亦是一個工作平台 亦都是 每天早上起床 如果大家看出去 翠綠的山景加海景 非常之舒服 大家看完這個單位 是否覺得很美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WhatsApp我Yanny 因為這個單位 其實有價錢 不需要12000元一尺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WhatsApp我電話 9444-7274 帶大家看 到時見 拜拜 第幾二一中華物業 香港一二手樓專家 專營 九龍站 奧運站 一手樓專車接送服務 查詢6683 1882 第幾二一中華物業 日本樓專家 開創托管二一條龍服務 日本物業投資港作 WhatsApp報名 6683 1882 撤